怨琴 作者李白 美人卷珠帘 有一个容貌很美的女子 卷起了窗户上的珠帘 身作处而眉 她心中有不如意的事而皱着眉毛 在房里静静地坐着 但见泪痕 看见她眼角旁有刚哭泣的润丝泪痕 不知心恨谁 不知道此时她心中怨恨的人是谁呢 我们再整个来念一次 美人卷珠帘 身作处而眉 但见泪痕 不知心恨谁 我们来看一下李白的简介 李白自太白 好青年居士 同西成绩人 又好泽仙人 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誉为私仙 李白自有 李太白集传世 李太白集传世